你看这豆腐愣到这个程度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的是砂锅豆腐 来用心做好菜 是不是建成来 砂锅里加上点水 然后呢把这个 豆腐 打成 1.5公分 建方的块 这样 直接啊这么往里下 或者呢你在 蹲板上这样也可以啊 这么切切完再往里放啊 这都可以啊 你喜欢怎么去做都可以啊 清洗一下 直接把水倒出去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再把 这些料 切一下 葱姜 切成沫 啊要是这个姜丝呢也是可以的啊 过去都放姜丝 吃到嘴呢有时候 用勺啊或者筷子一加啊 直接就都是 姜丝 你这个呢姜沫啊 分两次放 葱 葱一切四半 切成葱花 放到里面 这个呢 咱们放到盘里 虾皮这些 大致就是四克吧 四至五克虾皮 先加汤 有鲜汤呢就毫无疾问了 你就加鲜汤 更上一层楼 我这是鸡汤 鸡汤呢加的食量啊 不能加的太浓了 喝到嘴里以后呢 喝个五勺六勺的就觉得这个口渴 这叫什么呢 汤的总是太浓了啊 肉汤 无论是鸡汤肉汤啊 不能太浓 哎 现在呢 滑火点着 让它慢慢开上来 盖上盖 来 朋友们 咱们再看这 把这个香菜 切成味 或者呢 两公分长的小段啊 都行 这个紫菜是不可缺少的啊 必须要油 好了 来 黄金马克 开锅 三分钟 豆腐呢 就飘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调口了 加盐 这些 胡椒粉 这个凉铁 你来这个沙锅 喝成几口以后 你就来吧 馒头也行 米饭也行 食欲就来了 换句话说 这种沙锅啊 非常促进人的食欲 来 朋友们 看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紫菜下锅 我这个呢 放味精啊 放这些味精啊 正常的 你按我这个来就可以啊 离开火味 加上一滴香油 好了 这一滴变五滴了 也不准备啊 放点点 葱花 姜末 香菜 哎 这就好了 来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啊 你看这豆腐 嫩到这个程度 这样 就说 豆腐非常好了啊 关键是这个汤 这个汤呢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 这个汤的颜色啊 骨豆汤也好 鸡汤也好 更上一层楼 谁家都有鸡汤啊 啊 我跟你讲一讲 就是我们小时候 做这个沙锅的时候 沙锅店子啊 专门卖沙锅 这么大一个锅 一个锅里 搁这么大一块骨头 骨头瓣这么粗 这么长的啊 中间打车 放到锅里炖 炖上 二十分钟 一小时 两小时都行啊 这一锅汤 然后 一板豆腐 得几十斤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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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就倒里的 咕咕咕咕咕 开锅了 正好十一点半 开始上这个锅啊 把锅拿过来 啪打一锅 这边热一下吧 你看开锅了 上开锅了 上 你说能有啥味儿啊 那一块骨头能除三百锅 就这样的锅 比这小啊 比这这么大小锅 能除三百锅到四百锅 五百锅 就那块骨头 能有啥味儿啊 你就直接就高清水素 就嗷了 比如说 你就想要 高汤的 要肉汤的 你就在这个基础上 切两片 肥油片 放到里头 或者鸡肉 鸡腐肉 切上两片 放里面 开锅 就可以了 你按这个口条 比我现在做的 肯定好 更上一层楼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杜卫光探 谢谢杜卫光探